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六點焦點短打 我是今天的主持呂昌能 中日韓三國外長日前在26號舉行了四年來首次的面對面會談 為修補三國正常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國外長同意加快推進三國領導人會議籌備工作 及就朝鮮半島局勢、俄烏戰士及耳巴衝突等交換意見 三方重申 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符合三國及世界的共同利益 將加強各級溝通解決北韓的核問題 中國、南韓及日本是一衣帶水互為近倫的國家 三國關係緊密 對各國的經貿合作及人民交往自關重要 但在過去多年美國推行圍堵中國的政策之下 以美國為馬首是瞻的韓日兩國 對中國的態度日漸疏遠 嚴重阻礙了三國關係的發展 第十次中日韓外長會議 是中日韓三國相隔超過四年再次召開的重要會議 除了南韓外長撲鎮和與會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 以及日本外相上川陽子 作為會議輪任主辦國的南韓 撲鎮就說三國合作潛力巨大 但受到新冠疫情等種種因素的影響 三國的合作遇到不少的困難 三方在會上商定將盡快恢復三邊合作 並實現合作正常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 在與撲鎮會誤時就指出 中韓關係近年出現不少新的情況 但中韓是搬不走的近論 兩國關係好雙方受益 反之雙方受損 這個道理永遠不會變 而在三方會談當中王毅就指出 中日韓的合作發展歷程表明 三國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礎 強勁需求 具大潛力和廣闊前景 中方將繼續本注與淪為善 以淪為伴的方針 和韓日共同努力推動三國合作重回正軌 保持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繁榮做出新的貢獻 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始於1999年 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 逐漸形成了以領導人會議為核心 以部長級會議、高官會晤和七十多個工作層機制為支撐的合作體系 南韓首爾也設立了中日韓合作秘書處 三方輪樓擔任主席國對上一次三國外長會議 是2019年8月在北京召開 今屆主席國是南韓 這個合作機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而打斷 經歷了四年多的國際政治格局巨大變化 令人有著某種滄海桑田的概探 眾所周知 國際特別是亞洲的地緣政治急劇變化 美國是始作俑者 美國作為域外國家 對東亞局勢的強力介入 嚴重改變了甚至破壞了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 南韓尋謝與政府上台之後奉行親美和親日的政策 使得韓日成為美國壓制中國的前沿雙先鋒 韓日兩國無法迴避的問題 是如何平衡對美和對華的關係 如何處理出自美國的指揮大盤 是否拒絕選邊站隊 不參與陣營對抗等等 都會對中日韓三國合作機制的恢復 產生重大影響 外長王毅指出 要堅持將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等 領導人的共識落到實處 而重中之重是繼續本住正視歷史 面向未來的精神 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核心利益 妥善處理敏感問題 維護良好雙邊關係 及推重三國合作全面重啟 行穩致遠打下堅實的基礎 他強調三國要堅持倡導互利共贏 更快重啟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 要堅持深化科技創新 加強大數據及區塊鏈 人工智能等前員科技的領域合作 共同維護產供應鏈穩定暢通 並優化升級 提升區域生產網絡人性 商戶尊重 務實外交 從來就是國與國之間交往的最基本底線 中美兩國元首本月在三藩市進行的面對面會談 為中美關係再出發奠定了重要基礎 亦對中日韓三方的關係發展起到示範作用 陣營對抗不是現今國際社會的潮流 共同合作才是王道 中日韓三國領導人的會議 如果能夠早日落實 對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及經濟繁榮 有著無可取代的重大意義 奉勸美國就不要再在不同議題上借題發揮 在打壓中國發展上出陰招 破壞得來不易的兩國關係 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讚好、訂閱及分享給朋友 逢星期一至晚上六點 繼續和大家焦點短打 拜拜 拜拜